前青年部蔡主任 涉及長期對同仁使用極度不恰當的管理方式 及言語 造成同仁身心嚴重受創 清潔屬實 令人無比遺憾 一旦窒息任何形式的性騷擾 都將主動送性評申訴委員會 那麼對於職場的霸凌 我們有相關的規範 也要採取一樣的態度 被害同仁臉書所陳述的案情 經過調查小組 分別交叉比對庶民證人及目擊者的證詞 前青年部蔡主任 涉及長期對同仁使用極度不恰當的管理方式 及言語 造成同仁身心嚴重受創 並且選擇永久離開政治權 清潔屬實 令人無比遺憾 在事件爆發後 其實同樣 有其他的證人出面表示 該主任常於聚會場所 以極度不恰當的語言 理會同仁及黨內人士 造成許多我們年輕的夥伴 心生恐懼 厭倦工作 對黨部 無法提供友善的工作環境 給予合理的專業指引 我們致感抱歉 被害人 其實有兩位被害人 指控前青年部專員 涉及霸凌及性別情勢之相關情節 經過訪談多名證人調查交叉比對證詞 內容屬實 確實存在情節嚴重 因為這些事件的存在 造成我們年輕的黨工 年輕的夥伴 志工 對於民進黨內感到失望 對於政治工作 失去熱情 我們應該集體檢討 自我批判 審慎面對自己的錯誤 我們才能夠從裡面學習到該有的教訓 民進黨是本土第一大政黨 我們有責任引領社會的潮流 然而我們讓社會失望 我們本應以最嚴肅的態度來面對事件 最高的標準來自我要求 但卻在黨內發生性騷擾及霸凌事件 之時落後於潮流之外 我們感到非常的抱歉 被害人的勇敢 給我們一場震撼教育 很抱歉 這其實是不應該存在的傷害 我們仍然相信多數的黨務工作同仁 都是善良的懷抱理想的 這樣的調查結果 我們內心都十分的難受 黨內的教育訓練不足 也缺乏友善被害人的機制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檢討的方向 想此時此刻台灣me too的運動已經展開 性騷擾玲瓏人必然成為台灣 未來文化及社會的主流價值 民進黨必須從我們自己內部做起 未來我們將更嚴格的執行 內部的教育訓練 一旦窒息任何形式的性騷擾 都將主動送性品申訴委員會 那麼對於職場的霸凌 我們有相關的規範 也要採取一樣的態度 所以我想講 中央黨部會做被害人的後盾 保護我們的被害者 我們警告涉案的行為人 不要再對被害人進行惡度 三度 四度 傷害 這是非常殘忍的一個過程 那麼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為自己的行為道歉 我們跟著社會一起來進步 這才會是正確的道路